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85-1300 626-585-1300 现场提问 那当然了很多的网友现在都已经会用这个YouTube了嘛 所以你看这个节目还没有一开始哦 就马上那么多的问题来了 我待会儿一个一个来帮大家解答 好 首先还是请我们的许丹博士 许丹姐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个好 嗨 大家好 劳动节快乐 对大家劳动节快乐 真是的 诶 平时你都是在诊所比较多 还是出诊比较多 还是商业洽谈比较多 诊所比较多 出诊比较多 还是会有人跟你预约 然后你帮大家来调整这脊椎的问题 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预约好了 然后过来的 过来然后我需要去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然后教他们怎么调理 所以你遇到现在最多的问题 大家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最多的就是颈椎 腰椎 然后还有驼背 还有就是脊椎侧弯 还是关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 背的问题 像前两天我们就说到这个 不是也问你了吗 就是那个富贵包啊 这些问题 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听众就回答说 我说啊 史南弗师说的太多 他特别想体验一下你那个新的那个机器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 首先呢 今天主持人这个Dominic在旁边呢 就替大家来做这个人体示范啊 做这个model 刚节目一开始 许博说我待会儿得帮你摸一摸你的这个颈椎 看看你的颈椎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啊 就是预约我们许博士的这个疗程 一开始也是这一步 如果觉得像我的问题 你说背的问题 我的背现在我就是觉得这边是紧的是痛的 有的时候睡眠也不好 所以大家去的话 你就会先给大家摸一下是不是 腰椎好紧啊 是吗 你就这样拍了两下就知道了 对啊 特别紧啊 所以松的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我这两个点都很痛哎 你的盘观经络在你的腰椎下面非常的紧 对就是特别特别紧 可能有这个腰椎前倾的现象 腰椎前倾 那如果我不管他放人下去会怎么样 会驼背吗 不是会驼背 可能就会导致腰酸背痛啊 甚至就是泌尿系统啊 包括这个就是 森子系统都可能会出现相同的病症 我可能无法传宗接代啊 对啊 好好调取 看这个问题大了 我得给我爸打个电话 我爸马上就说在徐博士那边赶快买那个 我们的颈椎理疗仪 好那我们先不开玩笑 我们就先开始了 首先呢我们还是大的这个环境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 比如说头晕啊 嗯不给力 上班没有精神 然后严重的就是这个颈椎整个背都是痛的 嗯到底什么原因 嗯 好的其实我们的背呢 它是大家都知道 嗯脊椎呢是生命线啊 是人体最重要的一根生命线 那么它的脊椎呢 它是它跟神经跟血管啊 跟我们的五脏六肺全部都是连在一块的 然后呢 只要脊椎发生一些呃错位或者是说扭曲 那么自然就会触碰到它的神经 神经放射到这个器官呢 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内分泌失调 哦 然后之后呢就会影响就是身体的这个其他的发生病灶 如果有些薄弱的地方就会突然发生病灶 所以呢脊椎出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养背很重要 如果你把脊椎调直了 你身体85%的亚健康的情况都不会发生 嗯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来源于遗传遗传病啊 还有或者是外界的病毒引发的疾病 所以调整脊椎把背养好了 其实身体就会非常的好 我昨天见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哈 那么他们他呢80岁了一个男性 那我就看了他的脊椎 我就说我就知道他脊椎非常非常好 除了颈椎那边有一点点问题以后 腰椎啊胸椎啊都非常的直 然后他身体就特别好 身体没有任何病 所以脊椎好的话人就比较健康 他也舒服 对对对心态也会比较好 80多岁啊 对80多岁脊椎也没有问过 那他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呢 I don't know 下次我们的节目也得请这位老大爷 过来做一下课啊 好那现在我们说几个点吧 那你刚刚说这个脊椎有问题 不是一天养成的 所以有哪些习惯是不好的 哪些习惯是好的 并且在办公室在家里 他可以教给大家做的 嗯 对就是习惯呢肯定是 你看低头啊看手机 这样天天就是曲曲 颈椎一直曲曲的 这肯定是不好的 这样看是不好的 对就是这样子的 一直这样子的看 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看啊 对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然后呢手臂一直伸着 就是僵硬 哦打电脑 因为他会造成我们的胸椎胸肌 这块的一个肌肉的紧张 时间长了你一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因为我们很多学生 包括现在因为我们生活方式 已经发生极大的改变 对 都是对着电脑对着这个呃 就是显示器的 所以呢整个手手臂一直是向前的 僵的僵的那边以后呢 我们的背部的肌肉呢 就会没有力气 然后所有的紧张的肌肉都是在前胸 看起来就会驼背 对就会驼背 驼背以后呢自然就会影响脊椎 颈椎胸椎 其实我们的脊椎呢 它是一个整体 嗯 那么如果颈椎出现问题了 它自然会连带的就是那个胸椎会出现问题 如果胸椎下侧出现问题 它自然会连带你的腰椎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一个 所以长时间这样也不好 长时间开车也不好 对对 所以很多卡车司机身体背部都是僵硬的 颈椎都有侧弯呀什么什么的 而且身体有时候会发生神经性的反射到脚部 会感觉手臂麻木脚臂麻木 嗯嗯嗯 感觉人都像快残废了一样 对其实就是一个动作保持时间长度不好 特别是脖子和这个胸这边对不对 对最好就是一段时间走一走动走动 嗯好我们这边已经有很多人开始留言了啊 那今天我们讲到的 我们会有哪几个点今天会讲到 大家可以在哪些方面有问题可以在这里留言 嗯大家最好就是呃 关于你的背疼哈 就是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话题就是您这边 主要是背疼 对背疼啊或者是说一些呃 身体上的一些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向呃跟我咨询 哦好我们现场就可以咨询啊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呃 Live Chant上面已经开始问了 好那刚才呢我们的徐丹安呃博士也说了啊 你再看这个我们这边有屏幕啊 好的就是对所以一个动作做了多是不好的 那提倡的方法就是做一段时间起来走一走对不对 然后做做拉伸啊什么的啊 长时间就运动其实好还是不好 当然运动好了就是你比如说如果想要保持肩颈相对比较舒适的话 最好的运动就是打羽毛球 因为你的头颈是可以往上伸的 对这样子 然后还有游泳 哦游泳 我昨天游了 哈哈哈你说了因为昨天节目你有说游泳我去游了 对还有游泳 然后呢还是做一些瑜伽的一些牵引的动作 就是背部的一个拉伸牵引的动作 牵引的动作 对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些运动的话呢 就可以在家里面或者是说办公室十分钟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小时以后呢 你就让自己休息十分钟 然后这十分钟呢 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根据椅背啊 或者是根据门框啊去做一些相关的 我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些运动 对通过压门框压使劲把这个肩颈撑开 然后或者是对这个就是颈椎做这个耸肩的动作 前面耸二十下后面耸二十下 就跟我们小时候做广播体操一样 广播体操的这个动作 然后还有一些道家的哈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学一些道家的养生姿法 你说你说那个道家道教的道家 对道家的养生姿法其实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那么有时候可以甩手臂啊 两个手臂前面甩啊 就是这样甩 然后甩五十下 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伸直了甩 就跟游泳一样其实 在往后甩 五十下 再往后甩五十下 要甩得很快 我觉得好像已经舒服一点了 对这样的话呢 都会对这个背部和前胸的肌肉呢 有一些练习锻炼 好那节目到这边呢 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许端博士啊 那今天的许端姐还带来了 很多的体验券 对不对 所以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 我们话语电视的观众朋友们也好 还是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 这个网友朋友们也好啊 那都可以特别是今天问问题的 都可以得到一张我们这个 免费的脊椎检查的一张 优惠券 是免费券 不是优惠券 就是你会到你的诊所 你可以直接帮他看一下 帮你检查一下 甚至理疗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压健康的状态 好那待会儿我们就到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进行一个名额的这个收取 那如果想要这个券呢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6266897199来留言就可以了 我们的小编会整理好的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接下来呢 就要回答大家提出的 各个方面低调的问题咯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